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酥炸虾松沉在绿叶上看起来格外诱人 一口咬下鲜脆爽口 浓浓的严肃香气满意鼻尖 但这盘虾松不只好吃 更特别的要张大眼睛仔细看 这一粒粒金黄美味 不光是普通的虾肉 中间更藏着一片片金透的鱼鳞 这鱼鳞怎么可以吃呢 但是没想到今天让我开了眼界了 真的开了眼界了 我非常满意 对 我觉得它口感太棒了 它整个口感吃起来是咸酥 而且吃起来感觉不会说硬硬的 是很酥脆 完全是颠覆我对鱼鳞的那种看法 敢创新敢颠覆就是老板林正辉的不二法门 这没人要的鱼鳞到了他手中 不止酥炸还能熬出胶脂 做成甜甜的凤梨鱼鳞果冻 吃起来就不会有那个鱼的鱼心味 加上凤梨是节肺 第一个它Q弹 第二个它滑嫩 所以很自然 自然流香 从没见过的鱼鳞怪料理 让客人吃得一口接一口 要把鳞片变佳肴 事前的准备功夫可不少 从草鱼跟乌溜身上除下来的鳞片 趁着新鲜就要用手工 一片片仔细清洗干净 你看这有鱼的内脏有没有 像这些就都要淘汰掉 这也不行 鱼有杂质 还有这个上面的一些黑色素 这些都不太适合 没有杂质煮起来口感才会好 透着光仔细检查 就是要确保鱼鳞洗得晶莹剔透 这样在水桶前弯着腰 常常一洗就是大半天 时间这样洗下来一个人 就单单洗的话 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洗好的鱼鳞还不能直接用 得在锅炉上用姜片跟公盐醋 耐心熬煮 慢慢煮慢慢熬 然后才能够把鱼鳞表面的胶质给煮出来 你如果说火太大 时间太短 这个没有煮出来 它就快干了 大火开了以后 我们转小火 应该是要五个半小时到六个小时 火光上热油烧得滚烫 处理好的鱼鳞一口气全下锅 有别于传统用虾肉烹煮 林振辉反而选用樱花虾来提味 为什么要加樱花虾 会比较香 光鱼鳞的话它不够香 这个油温大概200度左右 炸是看颜色 炸到有点金黄 对料理很有一套的林振辉 长起锅铲动作俐落 但要让菜色好吃 不只会煮更得会挑食材 因此店里的活鱼 都是林振辉亲自从养殖场选来的 老板的餐厅里面所食用的鱼 通通都是在这个养殖场这边养殖的 那等一下我们就现在来下去看看 这边的鱼现在都养得非常的肥 而且非常的大 在清澈的池水里 看得见一只只身形壮硕的草云跟乌溜 最大的甚至一只就能长到30斤重 就连成年男子都很难抓得住 这个非常大 而且它活动力真的很强 力量很大 对 它很有活动 真的喔 对 很壮很壮 就分得到 所以它这样子活动 它那个肉质就会有差对不对 对 先前会有比较有感觉 而且会 刚刚被打到对不对 老板你这边已经淤血了 你这边整个淤血了 被打到了 对 它力量很大 一甩尾就打出一块红红的印子 就是有这样的活动力 你的肉质才会有弹性 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来自石门水库 这一带的干净水源 水质跟那池塘的水当然不一样 池塘的水那个比较混浊 泥土味比较高 然后什么水库的水是流动了 从山上流下来的 那不一样 然后它刚刚讲的 三到五天的放羊 无味食 然后它排泄肚子里面的一些 飼料啊 杂质 对 排泄完 亲自挑鱼研发菜色 从零开始的林振辉 一路走来除了天马行空的创意 还有他身边的最佳拍档阿坚师 我本身已经做了四十几年了 从十七岁做到现在已经会六十了 那我跟林老板一拍即合 同样脑筋动得快的两个人 就是要做外面吃不到的东西 像这道药膳鱼洋锅 就是古代的宫廷料理 因为古早味 鱼从那个马汉前席里面的 都有找到鱼洋这一块 鱼就是我们十分活鱼里面 用最新鲜的鱼 那鱼的话 就是我们去找那个土羊肉 回来自己切割 那个经过处理 做出来鱼跟鱼 就求这个鲜制 把带有咬尽的羊后腿肉 先下锅爆香 染上微微的金黄色 来用大火使劲全力翻炒 这动作很费力却不能少 让大火催手表皮 才能锁住肉汁 加入十几种药材慢火炖煮 等桅干的药膳味飘出 还得加入这个秘密武器 最佳的一个黑蒜头 一般的蒜头的话 就其次于它的那个辛辣味 黑蒜的话它是自己那个用 自己用那个熟成的 用花效熟成 它做出来的有那个甜分在 起锅前下甘蔗提味 咸中带香的汤头 摆上各种配料 跟新鲜的鱼头一起煮 烧滚滚的让人忍不住 大口大口吃 这个羊肉加下去完全没有羊沙味 只有甜味跟鲜味 还有浓浓的药上味 羊肉跟鱼非常的搭 那汤头来讲的话 是这一句话叫蘸 肉炸没有土味 这标准的出名那个 深水库的活鱼 每道菜一上桌 客人就是动筷子抢着吃 把活鱼料理做得得心应手 很难想像这样的林振辉 其实过去跟餐饮业 完全扯不上边 我从事制造业二十八年 包括在国外有好几个国家 有去过越南 去过中国 去过孟加拉 然后才从孟加拉回来 去米提大饭店 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后 林振辉回到台湾 做饭店重建的工作 没想到就碰上 人生转弯的契机 当年开活鱼餐厅的表妹 因为太过劳累 打算把店收了 年过半百的林振辉 居然一腔热血 就跳出来接棒 我从米提饭店出来的时候 是五十四岁吧 五十四五十五 其实也不年轻的啦 有经济压力 这里也算是顶让下来嘛 要花一点钱 那一段时间就是很烦恼 头发白了不少 砸下积蓄 顶下这间开了二十多年的餐厅 扛着一家子的生计 完全是门外汉的林振辉 从没想过要放弃 每天在店里忙上十几个小时 还要抽空到石门大街上 研究 做功课 以前全盛时期大概有多少家 整个佛鱼餐厅有上百家 那就这一条街 以前应该有二三十家吧 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啦 因为佛鱼三吃五吃 这些都已经不稀罕了 我们要实时来创新我们的菜色 跟别人不一样 风景神经学着做 林振辉在餐饮这条路 骑不晚只能冲得更卖力 从饭店过来到餐厅 我对这个料理什么都不懂 尤其是踏入这个餐饮业 这个工作环境比以前都不一样 所以过程是蛮辛苦的 一天天活在厨房里 练起自己烹饪的技巧 随时找到食材 就是跟阿坚师一起摆桌研究 那现在来个切锡好不好 对 切锡 厨房的大门口就挖了一口鱼池 每天熊亲的活鱼全都在这儿 肉质Q弹的草鱼 最适合用刀工展现口感 快速下刀 动作看起来轻巧 但这刀工至少得练上两年 方向 力道都得控制准确 每块肉都要切得刚刚好 这样的话 在三公分 两公分左右 菜才会漂亮 它每块的大小 是要大概有固定差不多这样 固定的话 做出来才会有立体感 切好的鱼肉就像一块块拼涂 细细裹粉 每一面都要均匀沾上 接着就把整只鱼高温油炸 刚刚开始的温度的话 要高一点的话 下去的话 它才会硕形 起锅的时候温度要达到250 把油逼出来 这样肉质的才好吃 炸好的表面金黄酥脆 接着要赶紧用葱 姜 辣椒 炒出咸中带酸的酱汁 趁着滚烫淋上鱼身 让每块肉吸饱酱汁的鲜香 最主要是它刀工厉害 味道又很好 酸酸甜甜的 一般女生都很喜欢的味道 这一道松鼠鱼 应该是目前为止 我们吃过龙潭地区 火雨区第一名 每到用餐时间 客人总是一桌接一桌 林振辉也总是热情地 到每一桌招呼寒暄 连过半百 人生才大转弯 转出意想不到的鲜滋味 今次有个崩擡露 两个沙发 岁坤 两个沙发 倒入 两个沙发